大家好,我是文明,刚刚看到消息,很多人可能也看到这个消息,我简单给大家念一下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中国共产党第17届、18届、19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同志近日在上海休息 2023年10月26日,也就是这个昨天,因突发心脏病,经全力抢救无效 10月27日,也就是今天,零时时分在上海逝世,祥年68岁 就这么简单的一段消息 像你看到这个消息,很多人都会感觉到很吃惊 怎么突然就发生了,而且很多人会有很多问号 前段时间李克强在敦煌那边,好像看起来身体还是不错的 怎么突然就出现这个事情呢,为什么 因为,首先他还是比较年轻的 相对来讲,在这个,就是中共的这些老干部当时相对比较年轻 而且就是说,中共他像这种就是正国级的这种官员 原正国级官员,他整个的这个医疗保障体系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周围还会,都会有人看着 而且就是说,如果他这个心脏以前就有问题的话 那大家可能就会更加仔细谨慎 各种药物也都会配备,而且他是零时时分在上海去世 那么也就是说,他这个发病应该是在几个小时之前 也就是七八点钟,八九点钟 那么那个时候应该是他家里面周围人很多的这种情况之下 怎么可能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是不是,这个在这个中共的党史上好像也非常的罕见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这么说,可能有人又讲出你啥意思 那你的意思不就是这个习近平这个动了手脚吗 是不是 但我没有证据啊 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比较奇怪 这事情就是来的特别特别的这个突然 大家觉得呢 对吧,一个正国级的官员周围那么好的这个医疗服务 怎么就突然因为心脏的问题就走了呢 这个人,这个还是会有很多很多问号吧 当然可能在未来这些慢慢的一些细节 可能一点点都会这个出来 当然这个事情啊,发生以后呢 谁最高兴呢 肯定是习近平最高兴啊 是不是 当然我这里面倒不是说这个李克强会这个带一批人啊 去这个反对习近平啊 对不对 夺权呢 不是这个意思 他毕竟对习近平来讲 他是一个隐患 随着整个中国的这个政治经济外交各个方面不断的这个向负面方向走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很多民众就有很多很多的不满 那大家要反对习近平 他肯定会找一个核心人物 但是李克强也不是说那么强势 但是你在整个这个体制内 你就看啊 反正现在你能想 大家能想到的也就是李克强 对吧 汪洋和胡春华好像也不是那么强 像胡锦涛呢 也老了 然后太子党这边呢 很多人也岁数也大了 像这个邓普方 他前段时间的这个残联 名义残联主席的这个职位也被拿下来了 对不对 所以说可能真正如果要出现 比如说反对习近平的这个声浪和势力 那李克强可能会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就是说领头的这么一个人吧 所以说呢 对于习近平来讲的话呢 他肯定是看李克强相当相当的不顺眼 那么这次发生这个事情呢 习近平可能是特别特别高兴的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是说习近平他在这个事情上他做了什么手脚 就是他这个怎么怎么弄的 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吧 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大家自己去这个分析一下 因为我也没有任何这个证据 只是说这个事来太突然 那么这个事情的发生 他对于整个中国的社会的冲击 对中南海 对中共体制内部的这个冲击 一定会非常的这个巨大 咱们一起来分析看一看 首先第一点冲击就是什么呢 很多中共的官员都会这个冒冷汗 对吧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原因是他们都会觉得这个事情 哎呀 不会是习近平干的吧 对不对 这个太可怕了 是不是 他们可能都会这个冒冷汗 那么这些人他们会怎么办呢 从此以后 就更加的这个小心翼翼 对吧 习近平你想怎么折腾 我们什么都不说了 对我们就说是 就说万岁 就磕头 下跪 对不对 就习近平你最厉害 入脑入心入魂 什么都不说了 一点反对的声音 全都不说 你想怎么折腾 你满地打股 对不对 你上房 对不对 你下河 你怎么折腾 我们都同意 对不对 那整个这个中国这个社会 真的就是进入到一种失控的状态 习近平他现在这个心理状态 各个方面本来就我觉得不太正常了 是不是 那这回完全没有限制了 那你说中国社会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是吧 这是我们能看到的这个第一点冲击和影响 那么第二点冲击和影响 就是说这些人是胆子小的 大家不敢去反对这个习近平 但是心里面他还是会有很多这个怨恨 对不对 哎呀 这李克强这个事情就算是不是习近平干的 很多人他也会把这种怨气指向这个习近平 是不是 那这些人会怎么办呢 就是进一步的 对吧 完全彻底的躺平摆烂 对吧 给习近平拆台挖坑 就整体的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气氛 大家就全都不干活了 本来对那习近平意见就很大 那么这个时候 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呢 就更加的是这样 咱们就啥也别干了 对不对 就让习近平一个人干吧 是吧 就是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现在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情况 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 对吧 房地产 还有这个债务就业 外贸出口等等 这些问题 一大堆事 整个一大堆烂摊子 对吧 需要人去解决这么多 但是这个事情的发生 就会使整个这个方向 朝着反方向走 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情况 就会进一步这个快速的这个恶化 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点 特别是在这个国务院系统 我相信国务院系统的很多人吧 他对这个李克强啊 还是会有一些这个 感情吧 大家 特别是这个李强 到了国务院系统啊 讲先别说李强 这个能力行不行 就是大家就会觉得你凭啥 凭啥是你啊 是不是 对吧 你算哪刻从 你凭啥到国务院来管我们呢 是不是 本来就 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心结代 这时候突然又 李克强又走了 那大家可能这个心情啊 就更加的这个糟糕 那么整个国务院啊 他是整体上管经济嘛 管民生 那这些人呢 抱着这样一种心理 抵触不作为 那么整个这个状况呢 就会更加的这个糟糕 整个这个中国社会吧 可能就会出于一种 停摆的状态吧 我觉得在 特别是在这个经济领域 那么刚才我谈到的 还是在这个 就是说体制内部 那么体制外的老百姓呢 是不是 老百姓你说对李克强 有多深的感情 这我不敢讲 但是很多事情吧 就是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嘛 就这一年多吧 就从去年二十大开始到现在 这正好前后将近 这个一年 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了 这个时间就是 中国老百姓经历了太多 太多太多了 对吧 就是失业也好 门店关门也好 工厂倒闭也好 对不对 毕业找不着工作也好 太多太多的中国人 生活的太过心酸 那很多人 他可能就会 怀念以前的这个时代吧 什么这个 他可能就会 就会进行一些 这个对比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李克强突然就这么走了 那很多人可能 真的是觉得 没有希望 那么中国社会的 这个有钱人呢 这些这个 对吧 这个中产等等 有钱人就想办法 能走赶快走 这地方没有办法 待了剩下的时间 那肯定习近平就自己 一个人会死尽折腾 对不对 到时候不一定会是一个 什么情况 有钱人快速再继续往处走 那一般的老百姓呢 那接着躺平吧 对不对 如果在这个困苦的话 像我说的会不会一起走上街头 就是不喊别的 就要饭吃 我想吃饭 对不对 肯定是 我往这个方向接着走 那么 从外商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就是大家也会想 现在习近平这么折腾 对吧 这李克强 这走了以后 这就没有任何人 可以这个制约习近平了 那么外商的话 前两天习近平还查这个富士康的 对不对 那么 从外国的角度来看 中国会快速的这个北韩化 那么外资就赶快撤 就是说这个事情吧 习近平看他可能心里会很高兴 但是在他靠近的同时呢 其实整体大环境呢 会快速的去恶化 这个李克强 他的这件事就像一个催化剂一样 会使整个中国朝着这个最穷的 朝着整个经济快速崩溃的方向 加速的往前走 这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整体的这个状况 就是今天早上看到这个事情 其实我也觉得这是挺突然的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 只是简单 就是说做了一期 然后咱们再看后续的一些其他的信息 看看我还能不能再补充给大家做 整体这一集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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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